下面就是要套用那个公式 我们就是前面说了 就是它有一部分是经典作用量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关于Y的一个泛寒高次积分 可以归结为这个泛寒行列式 我们先把它的经典作用量部分把它写出来 有 就是最近在米日时空的结果间写下的 S 那个是C 能以 M Om I 3 Om T Om R 平方 加上XF 平方 Om Y wn 2 6 C 起,起XI等于XF等于X,然后RIT等于β,由此其实我们在前面也讲过,可以得到这个Sine, Sine这个,都退几步,因为不然会有点跳跃,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什么呢,一步一步来,确实不能跳,当你起这个XI等于XF的时候,这个式子可以化解, 起了它之后,当你,MΩI3,这里分成了IX平方CosinΩT-IX平方I,然后I等于这里的I消掉了,X平方出出来,当你,MΩI3, 这个是平方CosinΩT-I, CosinΩT-I, 分子就等于,分子就等于负的I3平方I分之ΩΩT,分母就等于两倍的三I分之ΩT, 所以我们涉及到的三角函数最后变成了二分之ΩT, 然后等于负的天然二分之ΩT,对吧,所以我们涉及到的三角函数最后变成了二分之ΩT, 下面一步我再起,IT等于β, 有,IT等于β, 我等价的,就是说T等于-Iβ, 由此可以找到这个酸二分之ΩT等于-I SH二分之Ωβ, 然后cos二分之ΩT等于CH二分之Ωβ, 然后这两者结合起来, 然后找到这个天然二分之ΩΩT, 所以等于3大分之ΩΩΩT, 除以cos二分之ΩΩΩT, 交易-I SH二分之ΩΩΩ, 能够-I SH二分之Ω β、 Ch二分之ΩΩΩanyak wenn and is CH二分之ΩΩΩΩΩΩ? 所以把这些都带进去 这些是我们的中间过程 带进去带到这里 这一部分除这本来是负天真 负天真的话又变成了负I这个东西 所以你负负抵消 这是经典作用量 用欧式时间来描述的时候是这样形式 你在作用量的时候是I乘上这个东西 所以下一步 I乘上这个东西 你在欧式空间中表引I乘上的I乘上的负 这个请不设听 那么这是真假的 一天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 那